全身包滿紗布一旁 還有呼吸器 仍在加護病房中急救 就讀高二的尤同學 27號當晚在巴仙樂園 遭粉塵炸成重傷 至今昏迷不醒 同學們在臉書上po文 希望大家能幫忙急起 還說你上課愛睡覺 但這時候不准你再睡了 禮拜一就要斷考 大家都在等你 拜託你一定要回來 吸引上百名網友 幫忙加油打氣 照片中的尤同學 看起來是個陽光大男孩 平時勤練健身 同學po文說 不是要讓大家看看成果嗎 希望他平安度過難關 還有同學po出 跟由同學LINE的對話 他週六中午11點多 還跟朋友說 要去巴仙樂園玩 沒想到就此沒有回應 女友也po臉書 要大家別擔心 繼續幫他加油打氣 除了台灣學生 也有六位大陸香港級遊客受傷 其中一位交大陸生莊同學 還在加護病房昏迷不醒 讓同學們都很擔心 在醫院陪伴幫忙加油打氣 北市府人員也已經到其他醫院 探視外籍學生狀況 並協助聯繫家屬來台 來台就讀 教通大學的這位陸生的部分 就比照 我們國內的民眾的部分來做個伴侶 不管是傷患的同學還是網友 大家一條心幫忙 集氣加油 就希望在加護病房的朋友們 能挺過去趕緊醒來 記者綜合報導 就希望在加護病房 對